Take me out, I wanna see 剛摔車感覺怎麼樣 感覺滿舒服的耶 它大概10公里 它升500公里左右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來到雙溪車站 知道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這裡嗎 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呢,將帶你體驗一條 算是自行車也是非常經典的路線 因為我們其實很久沒有外騎 應該有兩個月嗎 應該三、四個月 有一點久 但今天本來是要約在木柵 就是動物園 從那邊出發 那我看了一下里程 如果這樣從木柵出發到我們的目的地 也就是等一下帶你去的補燕亭 如果這樣騎下來大概要50公里 有點遠啊,我相信 對我來講可能難度有點太高 所以我們等一下從雙溪車站出發 然後沿著這邊是102 然後持續往上 就是會經過牡丹車站 其實很久以前我們也拍過一支影片 介紹過從牡丹車站出發跑到 不厭亭 你看公車,不是火車已經來了 那時候還沒騎車啊 沒錯,但我們等一下呢 用騎車的方式上去 全長大概10公里 爬升500公尺左右 我覺得算是還OK 但是上面的風景非常漂亮 雖然今天可能 天氣不是說真的非常友善 但我們等一下就盡力而為 還OK吧,很久沒騎車 有啦 其實沒拍我還是有偷騎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看你的實力展現了 等一下準備出發 我們就往不厭亭前進 OK GO GO 那你之前有騎過不厭亭嗎 沒有 印象中,你有來過嗎 很常看人家拍照打卡 就是網美的那個 自己來都沒有來過 所以你之前是連來玩都沒有過 沒有 不要談運動 沒有 OK 其實不厭亭是一個很經典的路線 因為它其實就相鄰著 一邊這邊是從 我們是從雙溪車站 另外一邊其實就是 下滑就到九份 那這邊就是一個 很多運動愛好者 甚至是重機騎士 其實都很喜歡 跑這條102的路線 102線道 然後就可以持續上去 像我們今天要騎的這邊 就是沿著102 然後持續往上 到不厭亭 全長其實蠻近的 大概10公里而已 到目前為止應該除了冷之外 就還好 其他都OK吧 對啊 還行 畢俊你可是接下來要成為鐵人的嘛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特訓 我覺得也不算太早 畢竟已經一月份了 已經有點來不及了好不好 就是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還是必須要 稍微有一點特訓的感覺 對啊 修半小時 示範 走 總之 把它改變 沒有 沒有 也沒有 你 我有 interestingly 這項 Тут 很矮啊 欸你的座管怎麼 你的座管怎麼變這樣啦 變胖是不是 怎麼可能會直接到最後燈的位置啦 是嗎 你這個高度你看 哪有人這麼矮的啦 沒弄好 還好我有帶扭力扳手 我看這應該是掉下來了吧 你看整個都夾進去了 OK 剛剛的你之前的高度大概在哪 這裡吧 OK 先把鎖回去 還會這樣卡卡卡耶 要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工具好了 在騎車的時候啊順便跟大家科普一下 因為如果你在騎車的時候 像你這個地方如果只有用六角鎖的話 有時候會因為騎車的震動 然後你的座管就會像你剛剛這樣 尤其是體重比較重的騎士 有時候它的負擔比較大的時候 幹嘛變臉這事實啊 有時候負擔比較大的時候 你撞到苦辣它就會掉下去 所以你剛剛應該是可能有撞到 因為你看你剛剛整個下陷到幾乎是觸底了 你有看到上面都有數字嗎 就是8牛頓米 其實像這個工具啊 它上面也有就是數字 那這個牛頓米就代表它的鎖的力道 像我們這個現在車子幾乎都是碳纖維車子 那如果你只是拿六角板手直接這樣鎖 有時候你不太確定到底鎖得多緊 那有時候鎖太緊的時候 碳纖維車架 或者是這些螺絲的鎖點 有可能會被你鎖壞 因為鎖太緊 碳纖維有可能會有一些 真的就是壞掉的情況出現 因為碳纖維就對了 它就是一層一層的碳布 車就是編起來的嘛 可是如果你鎖太緊的時候 是真的會影響到安全性 所以有時候不是鎖緊就好 所以像這個8牛頓米 你就可以把這邊轉到 像現在是5、6、7 我們把它轉到8 它就可以有10段的 10牛頓米的這個空間可以讓你調整 這麼小一隻有到10牛頓米 算是很不錯 現在8了90 當你聽到像這樣還可以鎖 然後到最後用力 它已經轉了 但是羅帽其實沒有動了 代表我這個已經鎖到 應該有的牛頓米 像這樣把牛頓米的數字鎖到之後 車子的強度 基本上在出廠前 它就會有很多個 建議的牛頓米的重量 像這樣鎖完之後 其實就比較安全 至少你不會在 等一下騎車的過程 就是坐墊又有往下線的可能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鎖了發現 你根本一開始超鬆的 所以才有可能讓它觸底 你其實仔細看 只有很多這些地方都有寫 例如說這邊是6NM 6牛頓米 本集贊助 艾森諾工具 2-10牛頓米 精密扭力版首組 讓你不再鎖爆作管 鎖爆零件 騎車好攜帶 可調節扭力 專利防滑牙設計 聲響提醒系統 聲響會提醒扭力到達 讓螺絲保持在最佳的鬆緊度 專利凹槽設計 以面積更大來帶動螺絲減少損耗 防止螺絲崩牙拖牙 磁吸站立收納 方便吸在金屬表面 不擔心起子遺失 2代29PIX家用起子組 鍍態起子頭 專利防滑牙 堅硬耐用 擁有26個常用的起子頭 讓你應付日常生活中的修繕 輕巧好攜帶 大小可以剛剛好放在口袋 七段角度的調整 就算空間狹窄 也能方便的調整角度來使用 第二代承襲了原有的所有優點之外 他們在搖頭結構上也升級了定位鈕的功能 調完有巧奇一點嗎 非常好一點 比較紮實 腳沒有剛剛這麼扁了吧 對啊 其實腳如果太擠的話會有點壓縮 沒錯 沒錯 整段的坡度啊 其實都持續的跟現在這樣的坡度差不多 就不會到真的覺得抖到不行 但至少就是騎起來是很舒適的 有嗎?很舒適嗎? 算舒適吧 而且你今天的流汗量應該也算低吧 開始要出來了 你的小盤還那麼多磁可以變 結果你在最大飛輪變到最大盤 這樣會變不上磁 剛剛摔車感覺怎麼樣 感覺蠻舒服的耶 摔車感覺還蠻舒服的 一直在露營的期間摔車 要跟大家勸告就是 如果真的你雨天後或是下雨天情況出來騎車 旁邊那些路段真的不太能騎 因為其實在旁邊的路段啊 都有那個輕胎的那種印記 雖然看起來都沒什麼 可是其實 如果你真的大力在上面騎 或者是突然有一點輪胎往側邊移動 就會像你剛剛這樣完全雷殘 是的 所以 不良示範 沒錯 還是要除了小心這個線之外 也要小心旁邊的 所以你等一下騎中間一點 是的 你看前面那個風景 我們再繞過前面那座山 再繞過去就到不厭廷了 所以其實很近了 大概 又覺得今天騎起來的感覺很舒服 現在 對啊 就騎起來很像那個小清淨的感覺 騎起來會覺得旁邊怎麼一直有 這個很好的風景 但其實它除了像清淨 你知道還更像哪裡嗎 那哪裡 富士山 北進的時候 我們去騎富士山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像這樣的風景 整條路上都沒有車子 對 然後騎起來其實很舒服 只是它是靠左靠右的感覺 不太一樣 沒錯 還有一個啦 那時候雨好像沒有那麼 那時候比較乾爽 沒有那麼濕 對 但那時候更冷 快到了 最後一小段了 這路線太輕鬆了啦 輕鬆的屁啊 對你來講 好喘啊 我們這個下一場鐵人賽事的準備 那考驗可是更加的困難啊 你可是要想想 你參加鐵人賽的時候 可是要遊玩1500公尺 騎車40公里耶 今天才不到8公里 現在才8公里而已 鐵人又沒有那麼多爬坡 重點是 停路才是最強 下車後你還要跑10公里 那個就算了 怎麼可以那麼沒志氣 我是跑步教練耶 不相信我 跑步教練 請多多指教啊 我們這個雨戰不厭亭 好冷 挑戰成功 耶 你這個衣服也太性感了吧 看一下看一下 果然是有這個寂寞公路支撐的不厭亭 拍得到嗎 我們現在人就在不厭亭的上面了 這邊就真的是不厭亭了啦 OK吧 今天這個路線應該還算輕鬆吧 其實這個陡度啊 沒有真的一下就上到很大 但是我覺得從 像我們今天從雙溪車站出發 如果你真的是平常可能 從台北市不想要騎這麼遠過來 因為其實從木柵騎過來要騎一大段 蠻多是跟車子會有共造的部分 然後到最後才會接到雙溪車站 然後從雙溪車站上來 還有10公里 但我覺得如果是剛入門的車友 其實可以選擇像我們今天這樣 直接從雙溪 搭車到雙溪車站 然後從雙溪火車站騎上來 只有10公里 接下來我們就會開始陸續安排更多的訓練 包括你也開始上游泳課嘛 然後接下來也會有跑步的課程訓練 然後加上三項的轉換 我相信在接下來的鐵人計畫當中 應該是穩的啦 那你接下來為了鐵人賽事有做什麼準備嗎 就是偶爾去跑步嘛 然後當然最常是騎車啊 還有我去游泳 這個是很不容易 我很怕水耶 所以你現在游泳 小時候是有陰影 游泳的進度是已經會換氣了嗎 會換氣了 你已經會換氣了 會換氣了 那接下來持續可以游多遠現在目前 25公尺 25公尺憋氣就可以到了耶 你憋一口氣喔 25公尺耶 好厲害喔 好幾口 那我們就期待接下來天堡公尺所在鐵人訓練之路 可以有更進一步的持續進步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結束喔 那如果大家對於剛剛我們前面有介紹到的 艾森諾工具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訂閱下方的資訊欄連結 我是你的教練男主任 我是天堡公尺所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再次感謝本集艾森諾工具的贊助 本次也提供本頻道觀眾特別優惠 如果你也想要便宜入手這麼優質的隨身工具的話 請點選資訊欄連結 進入賣場選購起來 這次也要抽出兩位幸運的觀眾 可以獲得扭力版首套組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你心目中最喜歡的騎乘路線 騎到了不彥廷 一定要下山吃一下九份芋圓嘛 其實本來是想要 從不彥廷可以再加碼往下滑 然後到九份老街吃吃喝喝 沒想到剛剛雨太大了 實在沒辦法 但重點是今天這麼冷誰買冰的啊 我啊 你進來啊你在幹嘛 再給我旁邊吃 身體那麼熱要降溫啊 下來都熱了 特別好吃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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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